謝謝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電腦工會的阿邱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今年總統杯黑客松國際中的一個簡介 我是按下 跟大家講一下,總統杯黑客松其實是每年辦理的 它其實是從2018年開始辦理 本來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比賽 讓大家來運用開放資料 去跟公部門一起做一些創意的發想 然後讓整個公部門的服務 能夠讓人民更有感 然後能夠讓民間的創意激發公部門的一些創新 那在2019年開始 為了就是說我們要把國際的一些創意 能夠看能不能帶進來台灣 或者說我們可以用我們台灣的一些 這樣的一個創意跟量子的科技的能力 去幫助國外的這樣子的一些對象 所以我們就辦理這個國際上 等於是說打國際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每一年的這個國際送的這個主題大概都跟永續相關 那從這個2019年可能前面還是在講說一些這個 open contract 然後到2021年2020年開始 就是有跟這個淨寧這邊相關的部分 那今年的部分就是這個主題是 FREE THE FUTURE OPEN DIGITAL AND GREEN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三個主題就蠻大的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這個 這次的這個主題的時候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把這兩個主題 應該說這三個主題裡面 全兩個來做一些連結 那我在旁邊舉了一些範例 比如說譬如說單純這個數位主題可能很大 但是如果數位跟鏡靈這邊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比較創新的這種 那種數位科技跟數位的結合起來的工具 能夠讓幫我們去 譬如說不管是我們自己 或者是我們這些合作夥伴 幫他們去把這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能夠去做一些統計 然後進而做一些管理 那或者是說您可以就是把這個鏡靈跟民主 這邊把它去做一些結合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讓這個 譬如說一個在地的這個區域的一些居民 然後跟這個相關的一些 譬如說業者或者一些共同的利害關係人 那大家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怎麼樣有一些創意的這種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一些 簡単的一些方式 好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些 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我剛才聽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場各位有些人 其實有參加過這個 這個總統杯黑客送 這國內送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也是把這樣一個 跟國內送類似的一個 輔導做法 能夠把它帶到國際送這邊來 所以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們這個報名的團隊 基本上都是國際的友人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些跟國際的 這個黑客交流的一些機會 那再來的話我們會有這個 所謂的專業的夜市輔導 就是說我們會找一些 各個領域的技術專家 不管應該說 領域跟技術的專家 就如果你 比如說你對近寧不是那麼熟 沒有關係 我們就找近寧相關的專家 來協助你 那如果你說技術沒有那麼熟 沒關係 我們就找一些技術專家 來協助你 那如果你是需要一些 輔導的場域的話 應該說實證的場域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些資源 來去做一些協助的介接 那如果說你是 經過這個 到最後已經勝出的話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會 有這個機會 邀請您到這個 總統府這邊 跟總統去講 報告您的提案 那也會獲得這個 總統頒發證書 那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跟一些 可以在台灣合作的一些公司部門 去做一些交流 好 那這邊是預計的時程 就是我們在這個月 也就是4月19號的時候 就會開始做一個針見動作 那到這5月底的時候 就是一個提案的期間 那我們6月的時候 會把這個公告 這個初選名單公告出來 那7、8月的時候 就有一些專家來進行輔導 然後9月的時候進行協選 那一個好的一個 這個提案作品 我們這邊有列出幾個部分 因為這邊會對於那些 後面加分的條件 就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們其實每年主題 都會永續相關 那剛好聯合國有一個 十七項的一個永續目標 所以我說 如果你的對應到這個 SDG的S的話 那非常好 我們這邊會有些加分 那再來的話 因為每一個這個主題 都很多元 那我們就希望說 您這邊可以跟我們講說 這個問題 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這樣讓評審比較好 就做一些判斷 那再來說 如果說有一些跨國合作 的話 那我們也會做一些加分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些 短期落地的潛力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做出來 可能要3、5年之後 可能我們可能 就是這個 可能等不及 我們希望能夠 有一些比較好的一些 應該說 馬上可以看到一些 落地效果的一些案子 那再來的話 就是又應用一些 資料的部分 跟一些數位科技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問題 跟後續的這個 解決的 這個方案 做出來的效應 要能夠對齊 那再來就是我們評分標準 那基本分三大類 就是可行性 創新性跟影響性 影響性 影響性 那這邊有大概跟 簡報上有大概就是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評分的這個 內容是什麼 那我這邊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加分標準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是跟公司協力相關的 我們會做加分 那如果這個東西可以去做 跨國去做驗證的話 也會做一些加分 好 那這個參與方式的話 我們這邊有個QR Code 上面是我們這個官網 那這邊有提到說 這個說 第一個就是說 可以追蹤官網 然後跟外國友人 組隊的參加 那因為過往的部分 就是沒有特別去做一些限制 那今年的開始就是說 這個每一隊的裡面 都必須要有至少一位 是非這個中華民國國籍的 所以說如果今年這個 針對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國籍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參與的話 請馬上 幫我們可以找一些 跟國際友人 來去做一個組隊 那再來的話 也就是這個GDV 相當的一個傳統 就是說希望大家 能夠來幫忙脫學院傳統 大家也來來推坑這樣子 那這邊以上就是 我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後面有一個 小小的短片 這邊的話 也跟各位看一下 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 唐鳳部長是我們的這個 就是 欸 好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這個 桌面有放 這個桌面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那個 部長現在是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想說 召喚這個 部長幫大家 召喚一下 一個分成功 這一節 五口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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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